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有些人还是不太明白这个道理 说你看我们每天都交税 企业的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我们都交了税了 为什么还要向我们收这些费呢 其实这里边咱们首先得明白一个道理 我们交这个税 政府有什么义务呢 政府收了我们税了 他要给我们提供公共服务 比方说我们已经交了税了 那你这块修一趟道 这块比方说建火车站什么飞机场 有的说那有不交个人所得税 那你买个杯子买个桌椅 这里头都有这个增值税 营业税 其实间接的已经通过买东西 商品流转这块把税都收上去了 所以有老百姓不理解 你看我们都交了税了 那凭什么我们还收我们这么些费呢 这里首先得给大家解释 行政事业性收费它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个依据在哪呢 就是它所提供的这个服务 不是面对公共服务 是面对特定人群的 所以面对特定服务对象 收取的这个费用的目的是为了向固定这些人来服务 你比方说诉讼费 咱们可不是所有老百姓都打官司 那谁打官司 谁相应的收一定的钱 这是对的 就是它特定服务对象 特定的费用 特定服务 是按这个范围 如果要是面向公众的 就不该再收费 因为税里边已经包含了 那么我们看这些年来 好多部门 包括中央及各单位 在清理一些乱收费现象 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 很多收费的情况 已经超越了我们刚才说的两个基本原则 甚至有些是该公共服务的 包括税里边的 却变成了向大伙收费了 这都不合理 地方或者各部门 一纸文件下去了 我要收费就收了 咱们各个地方有好多这样的现象 那么当初很多行政事业性收费 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像80年代初 咱们国家财政比较紧张 就允许各个部门 通过收费的方式创收 来解决办公经费的问题 那么现在国家财政收入 这都过了10万亿了 已经很聪明了 有些项目收费 就不该再继续了 何况还有很多部门 它是乱收费 为了自己部门的利益 随便就立项 随便就扩大范围来收费 所以这么些年来 咱们国家陆陆续续的 政府部门在清理这些现象 一方面是与时俱进 原来收的现在不该收了 或者还有一些压根就不该收的